日前在花蓮道路上面一間夾娃娃機店 有名男子看起來神色相當慌張 原來當時他是自己帶著不到兩歲的小朋友去夾娃娃 但是孩子居然憑空消失了 孩子不見當然男子非常緊張 剛好這時候老闆來到店裡因此趕緊幫忙一起找 之後發現原來小朋友鑽進娃娃機台裡面 頭還被卡在洞口 爸爸帶著兒子來夾娃娃 門口碰到熟人寒暄兩句 小男孩一溜烟不見人影 等到爸爸發現的時候 小男孩已經不見蹤影 原來這個不到兩歲的小男孩 發現機台有個心愛的娃娃 但是看見老爸在聊天 乾脆自己鑽進機台裡 沒想到整個人被卡在洞口 機台裡密閉空間 叫老爸又聽不見 以為兒子憑空消失 差點把老爸嚇得半死 很納悶怎麼進去的 到底說是不太可能進去的 那個洞 對啊 那小孩子看起來滿大的啊 打開 打開之後 然後我就直接手伸進去 把它抱起來這樣子 他是從這個洞進去的 對 然後進去之後 他就站起來拿這個娃娃 他可能是想要夾 夾不到 那小孩子可能就是 大概就一兩歲而已 很小 幸好夾娃娃業者跑來尋機台 找到被卡在洞口的小男孩 立刻打開機台協助脫困 雖然業者笑著說 以前曾經碰過貓貓狗狗 鑽進機台 不過小孩子卡在機台裡 開店以來還是第一次 還是希望家長看好小孩 免得下次不小心會發生意外 記者 綜合報導